这篇影片我们要讲的是三名版的第五册的第八课 Waste not, won't not 那这个我们从这个标题来看 waste这个字相信大部分同学都很熟 它当作集物动词的时候 它的意思叫做浪费 那这边的waste not 我们中文简单的翻译就翻成所谓的不浪费 那我们知道waste这个字除了可以当作动词叫做浪费之外 其实它当作名词的时候可以当作废弃物 就是你不要的东西 例如说医院里面有丢出来很多的废弃物 那个就叫做waste 那接下来它有另外标题的另外一边叫做want not 那want这个字同学可能觉得些不要 那这边不要浪费 那不要又不要什么东西呢 其实这边的want这边特别注意 同学知道的want可以当作要或者是不要 但是它其实want还有另外一个意思 来我们来看看网络的字典 好我们知道的want这个字呢 除了当作要跟想要之外 其实它还有一个很同学可能比较没有去接触到的意思 它当作不及语动词的时候 可以当作缺乏或者是缺少 或者是所谓的匮乏 好所以呢这个地方呢 其实呢因为它后面没有接任何的授词 所以它是属于一个不及语动词 那么我们中文就要把它翻成所谓的匮乏 好所以呢waste not want not 其实我们这时候呢标题 我们就可以把它翻成所谓的不浪费就不匮乏 OK我们不要太浪费 我们需求东西呢不多 我们就不至于导致匮乏的情形 那么这第一段呢会介绍呢一个国家 当然我们这一课里面主要讨论的是人类食物的问题 这是个全球性的问题 不是说我们台湾目前为止没有缺粮的问题 它就我们就不用去关心 其实是一个全世界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那么在第一段里面呢会探讨一个国家 那这个国家呢就是海地 来我们看一下海地的地图 好如果呢各位社会主 其实不一定社会主 我们要高中是应该知道地理概念 应该或多或少都要有 那海地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知道这是美国 对不对 好这个是所谓的南美 好那我们知道海地 海地在哪里呢 海地就在这个地方 它在多明尼加共和国的左边 这个整块就是海地 那海地呢当初呢 在2010年的时候曾经发生过一次大地震 那一次大地震呢 造成很多很多的人的伤亡 那我们再等一下在地段里面呢 也会提到这个事情 OK 好所以呢我们现在呢 就直接来看看 我们认识大海地的地理位置之后呢 来我们就来看看我们的第一段 好那我们看看第一段 它说 Recent visitors to Haiti may be shocked to find a thing that has become common for many of the local residents Locals eating mud cakes 好我们看这一句 好它说的 Recent visitors Recent指的是最近的 好就是我们经常这个字呢 其实呢很长一个一个机会 会遇到呢它所谓的副词 但是我们先来看形容词 好形容词呢表示呢 最近的 最近的我们叫做recent 那我们知道呢有一个字呢 是它的副词 我们很常用的 叫recently 对不对 它就是呢最近的 OK 好所以它说最近呢 要是有一些观光客 或者是有一些访问的人 他去什么地方 去黑地这个国家 就是我们刚刚在地图上 看到了海地这个国家 may be shocked to find a thing 好我们看这边的片语 叫做be shocked to do something 好那这个片语呢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英文里面呢 如果有人 后面接be动词 在这样所谓的情绪动词的 呃 情绪动词的被动语态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通常后面呢 我们可以接一个 所谓的圆形动词 OK 后面可以接圆形动词 表示呢 看到我做这件事情呢 让这个人觉得很震惊 be shocked to do something OK 好那这be shocked 这个shocked呢 这个字我们可以把它当成 一个情绪动词来看 那因为是人当主词 所以用被动 那重点呢 就是在后面的这个 所谓的不定词 特别注意到要加不定词 所以呢 最近呢 到海地这个国家呢 去参访的人呢 可能或许 may be shocked to find 会因为呢 发现一样一个景致 而感到非常的震惊 OK 好所以这shocked的意思 是震惊的意思 什么什么景致呢 find a thing 这个sing呢 就是一个景致的意思 好那这景致是什么样的景致呢 来后面有一个由 that所引导的一个形容词 指句 用来说明前面的这个景致 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景致 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致呢 来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由一个关系代名词 that所引导的 然后呢来修饰前面的这个sing 好修饰前面的这个sing OK 把它缩小一点 这个that所引导的呢 就是一个关系指句 说明前面的sing 好那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致呢 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景致 has become common 好那我们知道 common这个字 是它的意思 它是一个形容词 它的意思呢 就叫做普遍的 普遍的 OK普遍的 叫做common OK 好所以呢 这个情形呢 变得非常的普遍 它用的是 现在完成式 has become common 对谁而言呢 变得非常的 那个普遍呢 for many of the local residents 好那many of the 这个many是一个不定代名词 代替呢 这个local residents 也就是local residents 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叫当地的居民 好那这个local这个字 来注意哦 local它可以当作形容词 当作形容词呢 它的意思呢 我们中文翻成当地的 它除了可以当作那个 行容词之外 还可以当作名词 好 当作名词呢 我们中文就把它翻成当地人 那在我们这个句子里面 刚好它当形容词 跟名词都有使用到 怎么说呢 好它说呢 对当地的许多居民 the local residents 那residents这个字 指的就是居民 住民的意思 对当地而言呢 对当地的居民而言呢 是已经非常非常的常见了 非常非常的普遍的 一个景致 那这个景致 到底是什么样的景致呢 来这边有个冒号 各位看到了吗 这个冒号不要小小看它两点 好像不怎么起眼 就不去注意它了 这边的冒号 是用来说明 这个景致 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致 好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景致 观致 景致 这个字呢 它有一个 形容词指句 在修饰它 还有另外一个片语呢 在解释这个景致的内容是什么 那这内容到底是什么呢 是 locals eating mud cakes 好 那各位 这个locals这个字 就是这边 当地人的复述 locals 那这locals在这边呢 来各位 你可以在旁边给它注明一下 这个locals 其实就是等于 local people 或者是所谓的local residence OK 就指的是当地人的意思 好 所以呢 对当地人而言呢 这个景致是非常的熟悉 非常的普遍 什么事情非常普遍呢 就是locals当地人 吃着 eating mud cake 那这个mud 我们知道 它指的是泥土 那cakes呢 指的是蛋糕 什么意思 mud cake 指的是 由泥土做成的蛋糕 那这个eating的用法呢 locals 那这边的locals呢 我们后面呢 它其实省略掉了两个字 那两个字呢 是who are eating 好 它把who are eating mud cakes 这个who are 把它给省略掉了 那些那个 那个当地人呢 吃着泥巴做的饼干 这个景致 你可以想象吗 Andy刚好呢 在网络上呢 又找到这篇报道 来我们一起来看看 好 那这是一个 一篇网络的文章 那它的出处呢 Sought the net 这个网站 它所报道的 那这里面呢 这张图片呢 让大家看的呢 其实有一点点难过 就这一张 你们发现 它说呢 A resident 有一个当地的居民 Makes cookies 它是在做饼干 我们课文里面提到的是 Cakes 是蛋糕 这边指的是饼干 好 从什么东西做呢 Out of mud 就是饼干 从那个泥巴里面做成的饼干 然后呢 拿到呢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附近 去贩售 那这地方是在哪边呢 在那个port 因为这不是英文 这个是所谓太子港 在那个february third 就是2月3号 这一点 这一天 好 所以呢 看到这个 我们看到这个图片呢 你发现说 人真的可以吃泥土吗 但是有时候呢 在一些闹饥荒的国家 有时候真的为了要火命 你就不得不去吃 有泥土做成的一些食物了 OK 好 所以呢 我们知道呢 在台湾呢 有时候呢 我们吃着学校的营养午餐 有时候同学还会抱怨一下 那个学校的餐不好吃 如果我们拿来跟这些海地的居民来比的话 其实我们真的是幸福太多了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废话不多说 来 我们再回到我们课文 好 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往下看我们的第二句 它说 Made with clay and a little margarine and salt these cakes are used by Haitians to keep their hunger at bay 我们看这句子 它说 Made with clay and a little margarine and salt 来 各位 这个made这边 这个同学呢 最头大的一个问题 对不对 这是一个分词购句 PP 好 那每次呢 看到分词购句 其实同学心里不要慌 你要先问自己说 这个动作 发出这个动作的主词 到底是哪一个 那你这个主词 通常这种句型呢 就是往后看 逗点后面的那个主词 就是这个动作的主词 好 所以我们后面的这边 我们先不看 来 我们先看主词在那里 Made是制作 什么东西被制作呢 因为它这边是个被动语态 来我们看一下 是these cakes 这些蛋糕 OK 那蛋糕会不会自己做 当然不会 所以蛋糕一定是被做 它不可能自己产生出来的 对不对 所以既然是被做 那我们就用被动语态 所以这边就用made with 好 用什么东西做成的 好 这些蛋糕 OK 好 所以呢 made with 这边各位有没有发现 它用的介细词呢 是搭配介细词with 就用什么东西来制作 好 那这边是用什么东西来制作呢 用clay and a little margarine and salt 它用了三个 三个东西来制作 第一个就是这个clay 好 那clay呢 是泥土的意思 OK a little margarine 那margarine指的是 那个所谓的人造奶油 我们叫margarine 那salt呢 指的是盐巴 它用了这三个东西 把它和在一起 那制作出来的蛋糕 然后these cakes 或者这些所谓的饼干 它说呢 这些蛋糕饼干呢 are used 好 被用来 被谁用来呢 by hessians 好 这hessians就是hady 加上 那个加上 ans 我们念成hessians tia 我们就念成 shion 的音 OK 所以呢 它呢 是被这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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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的海地人 呢 用来干什么呢 to keep their hunger at bay 好 那这边呢 出现到一个片 叫做 keep something at bay 那把这片呢 先写出来 叫做 keep 什么东西 at bay 好 那如果我们从字面上来看的话 是keep 把什么东西 让它维持 待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bay呢 我们呢 有一个意思叫做 海湾 对不对 把它抑制在海湾 不让它上岸 就东西 不要让它到岸上来 到岸上来 可能会产生很多麻烦 所以 keep something at bay 好 那同学就可以 这样子 记 那所以 我们就抑制它 不要让它 上岸 就是抑制 好 这个抑制 keep something at bay 那就是抑制 某件事情的意思 好 所以呢 它说呢 这些蛋糕 好 所以主词呢 指的就是 这些蛋糕 对不对 好 它说这些蛋糕 它是用什么东西来做的呢 made with clay and a little margarine and salt 用这三样东西做成的蛋糕 被用来 被谁用来呢 被这个大 那个海地人 用来干什么呢 to keep their hunger at bay 来抑制 他们的饥饿 那我们看看这个字 这个字叫做hunger hunger 很多同学 应该都知道 它的词类呢 是属于一个名词 就叫做饥饿 那这个字呢 从哪个字来的呢 就从hungary hungary就是形容词饥饿的 那这个我们就不讲了 所以呢 那个海地人呢 他们用这些 用泥巴啊 人造奶油 跟盐巴 所做成的蛋糕呢 来抑制他们的饥饿 好 接下来呢 他说 mug cakes are definitely not delicious and the heavy metals and the parasites that they contain have greatly affected the health of the Haitians who eat them 好 我们看看这句子 好 这句子有点长 他说呢 mug cakes are definitely not delicious 好 这句子简单 对不对 他说呢 这些呢 由那个 泥巴所制作的蛋糕呢 are definitely 好 这个绝对的 一定的 好 这是一个副词 我们中文写一下 一定 一定的 或者是绝对的 好 绝对的 怎么样 一定怎么样 一定是很怎么样的 好 所以他说呢 这些蛋糕呢 它一定怎么样呢 definitely 好 他说呢 not delicious 一定的 我们用想象 我们就知道了 好 他是绝对不是很可口的 美味可口的 绝对不可能 and the heavy metals and the parasites that they contain 好 来各位 这边看到这个子句没有 that they contain 这是一个形容词子句 哦 这个形容词子句用来干什么呢 好 用来修饰 所谓前面的什么呢 他们所含有 这个that指的是什么 就是前面的这些 mug cakes 主要 这个that呢 不是 这个they 对不起 这个they呢 他所代替的是什么呢 代替的就是前面这个 mug cakes 你有没有发现 mug cakes是负数 这个they也是负数 他们包含 他们所包含 包含的什么东西呢 前面这两样 the heavy metals and the parasites that they contain 那contain这个字呢 指的是包含 这个that呢 就是用来修饰前面的parasites 跟heavy metals 那heavy metals 指的是重金属 metal这个字 指的是金属 parasites呢 指的就是所谓的 那个叫做寄生虫 让我们知道呢 土泥土里面 有很多的重金属 尤其是有一些化学药剂啦 或者是工厂呢 它乱排放废水 或乱丢一些废弃物的话 很容易遭到 遭到那个 泥土很容易遭到 所谓重金属的污染 还有除了重金属之外呢 里面还有很多的寄生虫 好 所以呢 这些重金属跟寄生虫呢 它们所包含的 重金属跟寄生虫 那这个它们 当然刚刚讲过了 指的就是这边的 所谓的 由泥土制成的 这些蛋糕泥巴饼 好 它们呢 have greatly affected 各位这边的 have greatly affected 你们看到 这个affect这个字呢 我们应该都 很多同学应该都知道了 affect这个字呢 它是一个极物动词 它的意思呢 叫做影响 好 它大大的影响了 greatly 大大地 它大大的影响了什么东西呢 the health 好 它的健康 谁的健康呢 the Haitians 好 哪一些 Haitians的人的健康 如果有人吃不下这些泥巴饼 那更好 对不对 因为呢 它会对哪些人影响他们的健康呢 who eat them 好 那这个who 那这边大家就没有问题了 这个who呢 指的就是前面的 the Haitians 所谓的这些 那个海地人 好 所以呢 这些吃了这些饼干的人 他才会有影响 受到这重金属啦 或者是寄生虫的影响 你没有吃 反而没有事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他们对于这些 那个吃的这些饼干的海地人呢 有个非常大的影响 影响到他们的健康 好 接下来他说呢 sad to say there seem to be no quick solution to this situation 好 那我们看看这个片语 好 那各位这个片语的同学呢 要记得 因为这个片语呢 算是我们这一刻 一个蛮重要的一个片语 好 我们看一下 放在句首 sad to say 好 如果呢 我们从字面上的意思来看的话 我们看到sad是很难过的 sad呢 是说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以说难过的说 那难过的说呢 翻起来怪怪的 我们中文可以把它翻成 不幸的是 不幸的 是 什么什么事情 sad to say 好 所以他说呢 不幸的是呢 there seems to be 好 各位我们看这个用法 there seems to be 这个同学看起来可能会觉得怪怪 但是不用怕它 其实就是there be 中间加了seams to的用法 那我们知道there be的意思是什么 应该很多同学都还记得 对不对 there be的意思叫做有 有什么什么东西 那我们现在呢 再加上里面 加上seams to 好 那这个seams 为什么是负数 为什么是第三人称单数加s呢 是因为solution的关系 因为solution在这边是单数 所以呢 这个没有一个 似乎没有很快的解决之道 那这解决之道在这边是单数 所以呢 我们主持这个动词呢 就是以后面这个solution为主 它是单数 现在是就要加s 如果它是负数呢 我们就不加s了 OK 好 所以呢 不幸的是呢 there seem to be 好那seam to be 我们这there seems to be 我们怎么翻呢 就把它翻成似乎有 好似乎有 有没有呢 结果是没有 为什么 因为那后面这东西是有一个no 那我们知道no这个字就是不的意思 所以说呢 很不幸的呢 似乎呢 没有很快的解决之道 solution to the situation 来各位 那这边就要替同 跟同学呢 再更进一步的 说明一下 我们说呢 a solution solution a solution to 后面特别注意到 我们说呢 接一个名词 这个to 它是一个介细词的to 那这中文把它翻成叫做什么东西的解决之道 ok 这个solution就是解决的方式 那除了solution之外 其实类似的东西还有什么呢 解决的方式 way 还有一个呢 解决的什么东西呢 解决一个问题的答案 answer 像类似这样子的名词 我们所搭配的介细词都要用to这个介细词 好 所以呢 很难 那个很不幸的是呢 似乎呢 没有很 对于这样子的情形 situation 那这situation是什么situation呢 就是大西地 啊 那个就是 那个海地的人民 他们去吃这些泥巴饼的这样子的情形呢 他没有很快速的解决之道 好 我们看第五句 Owing to the catastrophic domestic crop shortages and the soaring prices of imported goods not to mention the terrible earthquake of 2010 farmers in Haiti haven't been able to grow food fast enough to feed every islanders 好 我们看这一句 Owing to 来 各位 哦 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片语 对不对 考试呢 各大小考都很喜欢考 那注意哦 Owing to呢 后面要接名词 也就是遇到动词的时候怎么办 要接动名词 好 这个东西 这个片语呢 我们就翻成鱿鱼 那这个to呢 它是属于介细词的to 特别特别要提醒 再三地提醒同学 所以他说呢 由于呢 catastrophic 好 这catastrophic 指的是灾难般的 好 这catastrophic catastrophic 注意它中音节放在第三音节 catastrophic 它的意思是灾难的 他说呢 由于呢 灾难的 就是很大的一个灾难 那domestic呢 domestic呢 指的就是国内的 这个跟foreign 它的相反词呢 刚好是foreign Andy 那帮这边呢 帮各位呢 准理一下好了 domestic 好 指的是国内的 国内的 好 它的相反词呢 就是哪个字呢 就是foreign 外国的 国外的 我们叫做foreign 好 由于呢 这个国内呢 非常那个巨大的一些灾难 好 那个 那个 一些巨大的 国内的crop shortages 好 这crop 指的是农作物 那shortage呢 指的是短缺 好 这边可以加S 所以呢 crop shortages 指的是农作物的短缺 所以呢 由于呢 巨大的 那个国内农作物的短缺 And the soaring price 好 这个soaring 好 你们自己看一下单字 这个soaring呢 原本其实是巨真的 也就是突然间 那个 突然间那个增加的 我们叫做soaring soaring 就是巨真的 好 巨真的 我们叫做soaring 那其实soaring这个字 它其实可以当作动词哦 它当作动词的意思呢 它是一个不及格动词 指的是 急速上升的意思 急速上升 我们就叫soar 所以我们常常会看到呢 有那个什么 那个叫做那个 所有的火箭 有没有 那一发射之后 就往天际这样 飞过去 那个就是soar 往上这样急升 我们就叫做soar 好 那soaring这个字呢 就衍生出来 就变成一个形容词 叫做巨真的 好 所以它说呢 因为呢 这个什么呢 国内的非常巨大的 农作物的短缺 还有呢 那个巨增的价格 什么价格呢 Imported goods 好 就是所谓进口的食物 国内没有 我们从国外进口 对不对 但是问题是呢 你从国外进口 因为呢 你的量太多了 所以你价格相对 就增加了 所以呢 the soaring prices of imported goods 好 这imported 指的就是 进口的 然后import这个字 就是进口 加上ed 因为呢 我们知道呢 这食物呢 货品呢 不会自己进口 一定是被进口 所以你一定要加ed 好 那更别说了 来各位 这个片子呢 我们经常看到 叫做not to mention 更别提 好 更别提什么 或者是更不用说 更不用说 什么什么东西 ok not to mention 好 所以它说呢 更不用说什么呢 the terrible earthquake 好 更别提这件事情了 好 这件事情是非常可怕的地震 2010年一个可怕的地震 对不对 所以呢 因为这些元素 farmers 农夫 那个 那个什么呢 那个海地的农夫呢 haven been able to 一直没有办法 能够做这件事情 一直无法 那这个haven been的haven 我们就知道 从发生 一直到现在为止 所以它是一个 现在完成式 对不对 那be able to 这个片子 大家都知道 就是能够 那加上not 就是不能够 所以呢 因为这些元素 所以呢 最海地的农夫呢 都没有办法 没有能力呢 去种植食物 好 就是农作物 足够的快 fast enough 好 这也是我们这颗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用法 fast enough to do something enough to do something 好 这enough 前面这个fast呢 可以 enough的前面 可以接形容词 或者是复词 够怎么样的 以至于可以怎么样 好 那我们这边先稍微提一下好了 我们可以呢 在前面呢 接上所有的逼动词 再加上形容词 enough 后面接不定词 也可以呢 接所谓的一般动词 我们在后面 加上所谓的副词 再加上enough 后面一样 都是接什么呢 to 再加上原型动词 表示足够了怎么样 以至于可以怎么样 好 所以我们这边呢 就把中文显一下 就是表示呢 足够 如何 然后呢 以至于可以 做什么什么事情 他够高 所以他可以打篮球 he is tall enough to play to join the school basketball team 好他够高 所以可以加入呢 篮球校队 就够怎么样 以至于可以怎么样 OK 好 所以我们看一下 所以说农夫呢 无法能够呢 去那个种植 那个那个食物 足够的快 快到什么地步呢 可以去喂饱 feed这个字 叫做喂饱 去喂食 或者是喂饱 feed 那feed这个字呢 记得同学的feed feed feed 好 指的是喂饱的意思 好 喂饱什么什么人 比如说婴儿在哭啦 他要喝奶奶啦 那喝牛奶啦 你去喂饱 他feed the baby OK 好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呢 足够 足够的食物呢 去喂饱 好 那个他们植物 种的不够快 因为我们知道 农作物要成长 需要有一段时间了 对不对 但是呢 人口那么多 没有食物 他们农夫呢 来不及 种这些食物 不够快 没办法快到呢 去喂饱 每一个islander 好 来各位 这islander这个字 这islander这个字呢 其实是island 好 注意哦 island这个字 它的意思呢 是一个名词 它的意思叫岛屿 好 岛屿 我们叫做island 那这islander 其实就是在 island的后面 加上什么 er 就是变成岛名 好 所以islander 我们就把它翻成岛名 好 我们接下来看看 最后一句 因此呢 therefore therefore haiti already already one of the hungriest countries in the world has become even hungrier than before 好 来看到这个 therefore 是因此 我们看到这个 因此就知道呢 我们要做结论了 对不对 前面呢 讲了那么久 我们现在呢 要来做结论了 所以他说呢 因此呢 那个海地 already 这海地呢 already 就能看到两个 两个斗点 有没有 从这里到这里 来Andy帮各位呢 用刮物把它刮起来 用一个大刮物刮起来 这个 两个斗点 前面 它是一个名词的时候 那这两个斗点 中间就是一个 插入句 它也是另外一个 名词 片语 用来解释前面的 名词 好 所以呢 那个海地 海地怎么样 它已经是了 already 注意哦 这边不可以有动词 它不是一个子句 它只是一个片语 所以你不可以说 is already 你要说 already 就好了 那逼动词 可以不用写 如果你要写的话 你可以写 子句 就是which is OK 但是我们这边呢 就不要写 which is 我们就把它省略掉 变成一个片语 一个名词片语 所以它说呢 海地 already one of the hungriest country 它已经是其中之一了 什么的其中之一呢 最饥饿的国家的其中之一 好 什么地方 在全世界 最饥饿的国家之一 好 所以呢 主词是谁 海地 has become 已经成为了 已经变成为 even hungrier 它已经是 最饥饿的国家了 它现在比最饥饿的国家 更饥饿 然后then before 跟什么时候比起来呢 跟以前比起来 好 那这就是我们的 第八课的第一段 我们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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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